当台湾从2019年起 推动科技执法 在这些告示牌和这些镜头下 又记录到什么惊险瞬间 几乎快要撞到行人 它是远低于三个枕木纹 交通科技执法的鹰眼 揪出关键一刻 违规事实就在眼前 这是在行人台 在走最后一个过程 它在离开 包含可以车牌放大 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其实说 说实话现在目前 AI是可以做到整合的一个判断 科技强化执法能量 当然不分日夜 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 有一个摩托车 在红灯的时候 慢慢地穿过停止线 包含的行人创业道 然后再红灯右转 整个床登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做一个还原的动作 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个 事后的一个追查 或是事后的佐证的时候 这些影片是有留下来的 警察开单得评证据 但交通科技执法 并非把远景工作 全权交给AI 警察最终仍得在后台 逐渐检视取缔影像 审核违规事实 才会开单 在车号的判读上 还得反复确认 降低误判 确定好车牌 然后车总 以及违规的时间地点 以及违规的法条 跟类型之后 只要按举发 就做一个最后的 一个确认的动作 去年7月 桃园市交通科技执法中心 成立的背景之一 正因桃园市近年来 人口成长率 持续居全台之冠 在大众交通运输建设到位前 交通安全就得更积极补位 只要有设计科技执法的地点来讲的话 平均都可以价降的事故 是10%到15%之间 目前全市312处科技执法设备的设置 并非平均分布 原因在于各路段使用频率 频罚事故类型等 都得有因地质疑的执法形态 以临近桃园车站的路段来说 车流与行人数量都很多 车辆位里让行人 就是取缔的重点项目 此外警政署统计 以中央经费设置的 路口科技执法 有效让112年度的交通事故 比111年同期减少1607件 死伤减少件数下降1549件 降幅多达20.31% 这机车是谁啊 它就是B车啊 希望民众了解 交通科技绝不只等于开单取缔 桃园市交通科技执法中心 更用上警察大学设计出的 25种台湾交通情境软体 民众握着方向盘 就能学着处理突发状况 这就是跟道路状况一样 它会很多情境跑出来 虚实结合 传递教育内容 开放且寓教娱乐的场域 更能提高民众与执法单位的可进性 且近年来交通与智慧科技的应用 还在不断尝试新的突破 你看它从这边慢慢的要开过来了 那我们这边侦测到了之后呢 就会在这个LED的液晶荧幕显示上面呢 就是告警要从这边经过的车辆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放慢角度 让救护车先通过 透过前一个路口预先侦测 用路人就能提前知道救护车将至 降低判断救护车位置与距离的不确定性 那未来我们会结合 就是市政府的耗制控制系统 可以改变耗制系统 让这个道路变得通畅一点 那这样救护车就可以缩短它 到达救护医院的时间 这套生命守护通道系统 其实只需要一个镜头和运算的工业电脑 十万元以内就能启用 日间辨识率达百分之九十二 全台湾已部件超过两百处 而幕后推手就是数位发展部 与资测会软体技术研究院 我们就去找说哪些场域 最需要这样的AI的技术 所以我们在去年 我们就找了星光医院 有一些是弱势用路人 包含这个高龄的老人 甚至是坐着轮椅的这个病人 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特别受到照护 AI要侦测的对象更包含轮椅族 当他们通过行人穿越道时 一旁的LED告示牌就会呈现像这样的图像 提供驾驶必要的警示 其实这所有的移动 其实都会累积大数据 如果我们可以善用这些大数据 去提高它的交通管理 甚至去做到一些道路的分析 甚至是道路速度的分析 我想比较顺畅的道路 比较安全的道路 驾驶人应该就会 非常非常的依照你这个道路的 这个标志去行走 正因科技出于人性 更能察觉道路上的需求 和不想被看见的肉席 更好的智慧交通环境 仍得配合正确的用路习惯 也才能利用科技 驻交通效率一臂之力